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句俗语 润月清明不上坟,上坟或是江陵门 近日,一句润月清明不上坟的所谓古话 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让人真假难辨,莫终一世 润月清明不上坟,上坟或是临上门 最近这个无从考据的俗语突然在网上火了 很多人受其影响,选择在三月二十一日至润二月的前一天去上坟 结果把个别陵园堵得水泄不通 对于为什么会有润二月不上坟的说法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句俗语是来自湖北地区的 也就是湖北地区有这个讲究 当地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种说法主要是提醒我们要提前去祭扫祖先 表示孝心,不要拖沓到润二月才去 但是,无论俗语出现的动机具体是什么 润月清明不上坟,上坟或是临上门 这种诅咒式的俗语都不应该被传播 首先,从民俗学角度讲 润月清明不上坟,纯属是谣言 润字的本意是多余之意,与润字相通 后来,引申为滋润、利润等意思 所以,古人在润月有给老人送邪的习俗 祝愿老人福寿绵绵 也有润月喝茶的习俗,祈求平安健康 那么,为什么会流传润月清明不上坟之说呢? 其实,这是以讹传讹搞错了 正确的说法是,润月清明不动土 意思是说,润月里的清明结上坟 不是以对坟墓进行动土修缮 包括窃阻、利碑、改坟、迁坟等较大的维修行动 为什么不能动土呢? 这又要从润字上去分析、理解 润字的本意是多余 当形容词用的时候,相当于负或偏执义 与正字相反 如润尾就是篡尾 润潮就是尾潮 润升就是非正当的提升 因此,为了避讳 古人在润月一般不举办重大的活动 包括婚庆和建筑开工等重大事项 人们都尽量避开润月 这也是润月不动土的浓宴由来 最后,从今年清明节的实际情况来看 只要不修善祖坟 前三、后四的时间段里 哪一天都可以来祭祀祖先 虽然今年的清明节恰逢润二月 而且是十九年才出现一次 时间跨度比较大 如上一次是2004年 今年以后要到2042年才出现 但从科学上来讲 它不过是历法中的人为安排而已 没有必要把它神秘化 更不应该把它妖魔化 因此,今年的清明节 只要大家记住 不动土这一点要求 想怎么上坟就怎么上吧 千万不要让谣言迷惑了自己 其次,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要正确理解润月的意思 润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 就是多余的意思 润句就是多余的月份 月份怎么会多呢 这就要从历法说起 我们现在推行的历法 分阳历与阴历 阳历是根据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 来确定年的周期 阴历是按照月项 来区分月份周期 所以阴历把一年定为354天 这样的结果 造成了阳历与阴历的不同步 它们相差了11天 为此,人们把所欲的时间 约每三年积累成一个月 加在某一年里 这在历法上叫做润月 润月安插在哪一个月呢 这纯粹是人为考虑的结果 没有什么特别含义 如秦代以前 润月放在年末 称13月 汉初时又把润月放在9月末 称后9月 到了汉武帝时期 开始把它分别安插在各个月份 并一直沿用直到现在 这就是润月的来历 可见润月不过是剩余时间的 人为安排而已 并无他意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每一个地方的风俗讲究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今年的清明节是否要上坟 主要还是看自己 或是依照当地的习俗去做 所以润月清明不上坟 上坟或是临门 只是一种当地的说法 信可有 不信可无 如果您当地没有这种说法 正常时间上坟即可 而清明上坟 也不是特指的是4月5号这一天 在清明节前一个月上坟 都是可以的 而在上坟时 我们不要过多纠结于哪一天 只要我们心里有祖先 相信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一定会有好运的 而在上坟时 我们真正要知道的是 少做一些不尊重祖先的事情 比如 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种 大家切记都不要做 否则会影响您的运势 在上坟时 一定要多说吉利话 千万不要说脏话 当天 不管有您多么不喜欢的人 在您身边 也不要扯皮 骂人 否则就是对祖先的不尊重 导致您没有好的运气 二 不要乱踩祭品 祭品摆好后 一定不要乱踩了 如果踩了 这是对祖先的不尊重 大家也要看住小孩 千万不要让他们偷吃了祭品 这也是对祖先的不尊重 三 摆的水果 不能是空心的 大家摆祭品时 一定要把十心的水果 千万不能摆空心的 比如哈密瓜 甜瓜等等水果 都是不能摆的 因为摆空心水果 寓意着不是十心十意的上坟 除此之外 在民间还有一句俗语 清明不带四人扫墓 后代子孙一直付 这句话当中的四个人 分别是指谁 为什么不能去扫墓 一 生病的人 生病的人身体会比较虚弱 这个时候最好是在家好好静养 大多数坟墓都在山上 或者森林里面 去扫墓需要经历长途跋涉 骂 爬山涉水 是一项体力活 如果生病的人也要参与的话 对身体来说是很大的负荷 而且外面风吹日晒 或者不小心摔倒 动静很容易加重病情 这种情况也不是祖先愿意看到的 并且还有一个迷信的说法 古人认为墓地的阴气比较重 而生病的人本身就阳气太弱 如果去上坟的话 容易导致阴气入体 对身体健康不利 二 年过七旬的老人 人生其实古来兮 在寿命不长的古代 七十岁已经算是非常稀少的 即便是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很好的现在 七十岁也算是高手 七十岁的老人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已经下滑 腿脚不像年轻时那么麻利 体力也会差很多 如果要七十岁的老人长途跋涉去扫墓 身体是绝对吃不消的 如果不小心摔倒了 可能就一倒不起了 和生病的人一样 老人的阳气比较弱 墓地的阴气比较重 一不小心就阴气入体 很容易生病 所以不建议年过七旬的老人 去山上扫墓 扫墓的路需要跋山涉水 是一件体力活 孕妇挺着个大肚子 身体是绝对吃不消的 而且山路崎岖 如果不小心摔倒或者滑倒 很容易导致流产 非常危险 而幼童的体力比较弱 上山实在太累人 身体吃不消 并且山上的阴气比较重 幼童或者肚子里面的婴儿 抵抗力比较弱 一不小心就会生病 为了孩子的健康 不建议让幼童和孕妇上山扫墓 四 女婿 在民间有一句俗语 女婿上坟 辱墨仙人 因此上坟扫墓 是不能带女婿的 在古代 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 也就是说 女儿嫁出去 就成了外人 更别提 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婿了 如果上坟扫墓 还需要女婿的话 就相当于说 家里没有男丁 在重男轻女的古代 这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家里没有男丁 就相当于断了香火 可以用断子绝孙来形容 因此才有女婿上坟 辱墨仙人的说法 清明扫墓烧万纸 不如生前静一日 虽然说 生前孝敬最为重要 但是清明上坟 也要尊重一下 当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连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谢谢您的观看